大家好,最近一段时间,中国的金融市场跌得比较惨,不管是香港的恒生,内地的A股,还有在美国的中概股,尤其是中概股和恒生跌得非常非常的多,A股最近一段时间跌得也非常非常的多。 我这两天还可以吧,对吧,比如昨天买的北方稀土,上午红了就赶紧卖了,这两天一直就这么操作了,就是博一个早上的小红牌。 下午会跌得很多的,会跌得很厉害的,会跌得很吓人的,但是这两天跌得这么多,可是没有放出量来,其实是缩量下跌的,缩量下跌基本很明显就是在砸盘,到底谁在砸呢? 今天开了一下抖音,看了一下各种的大V,我们大V呢,都是各种证券公司的,还摆出他们的职业编号,但是如果是证券公司的话基本是不可信的,因为证券公司和散户之间是矛盾的。 不是散户套主力呢,就是主力套散户,他们给的理由啊,就是北向资金,外资在大量的卖,我们国内的外资呢,主要就是北向资金,可问题是真的是北向资金在卖吗? 如果你说香港恒生啊,外资呢,占比是三分之一啊,三分之一,这个比例是很大的,那如果有三分之一的流通股在做空的话,那这个动能是很大的,可是A股呢,非常少的啊,我们以今天为例,今天呢,户市和深市两市成交1.12万亿,北向资金净卖出160.25亿,两市成交1.12万亿啊, 北向资金呢,也就所谓的外资,才净卖出160亿,外资在我们的大A里啊,占比是很低很低的,很B很低的,如果你说外资能影响A股的市场,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,非常可笑啊,当我看他们还总结啊,从3月7号开始,北向资金都是净卖出的,外资呢,都在大量的卖,卖了多少呢,累计卖了560亿,从3月7号到今天,多吗?不多。 今天两市成交是1.12万亿,昨天是9400亿,昨天呢,北向经卖出是180亿,对吧,你不管昨天啊,9400亿和180亿,对吧,今天呢,1.12万亿和160亿, 北向资金占比是很低的呀,也就12%,对吧,也就1%到2%之间,占比这么点儿,这么一点点儿,你能说是因为他吗? 显然是内资为主啊,其实是内资为主,内资在砸盘的。 至于为什么砸盘呢,有三点原因,第一个,以前说,我们的金融市场啊,大部分呢,其实没有什么脑子啊,就是一堆贵美证。 你看这个各个证券公司的研报啊,还有这个啊,各种抖音啊,知乎啊,还有这个微信上的这些啊,所谓的财经大V啊。 天天为美联储,马首是瞻,为北向资金是瞻,天天盯着北向资金买什么,卖什么啊,北向资金买,他就,对吧啊,就去买,北向资金卖,他就去卖。 可是北向资金那么一点点的钱,就牵着鼻子走,为什么?没有闹子,没有自己的思考,完全呢,跟着北向资金走啊,被外资牵着鼻子走。 所以今天给他解释啊,什么这个,哎呀,外资担心资金安全啊,因为俄罗斯被制裁了,对吧,俄罗斯富豪资产被没收了啊,那担心呢,美国会制裁中国的,这到底有什么关系,对吧,如果真的有关系啊,那就涉及第二点,就是内外勾结。 因为我们大A啊,是内资为主,内资是有绝对优势的,外资占比是很低的啊,那你都是内资,你为什么担心,对吧,美国如果制裁中国啊,这个,哎呀,这个资产的自由啊,就没有了呢,那显然这不是北向的原因啊,显然这是内资有大量的和外部勾结,这就是第二个啊,其实我们纵观历次两会,历次两会都是大街,去年也是。 呃,我个人觉得呀,就是趁你开会,给你好看,让你好看,在金融市场上呢,让你好看,对吧,这是一方面,还有另外一方面,呃,各个这个软件啊,不管东方财富也好啊,通华顺也好啊,你都可以搜到,就是美国的做空啊,中概做空中概股,也包括做空A股,对吧, 他们有这个做空的盈利,哎,可以搜搜看啊,近期啊,嗯,如果在美国啊,包括其他的地方啊,做空中概股啊,做空A股啊,哎,收益很高,而且你看他的收益曲线和A股跌的曲线几乎差不多的,尤其是这几天啊,以前很多股是不跟着大盘走的,这几天,几乎所有的股都跟着大盘走的, 嗯,今天表现的最明显啊,大盘上午,对吧,涨一涨,他就涨一涨,大盘下午跌一跌,他就跌一跌,大盘尾盘再砸,他就砸,完全一致,这显然是很有规律,很有规划啊,很有行动性的,对吧,安往常啊,其实很多股和大盘走势完全不太一致的啊,不太一致的,因为A股是富士加权法,对吧,他并不是所有股的平均的,他是,对吧,不管富士绅士啊,他是首先取一些权重股作为标的的,对吧,这些标的呢,可能和大盘走, 走的是一致的,是比较正常的,你其他的又不作为标的,对不对,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其实不太一致,那今天是非常一致的,昨天也很一致,这个就很值得来说到说到了啊,所以,这里面内外勾结的呢,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啊,占有很大的比例啊,这个占比啊,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,非常非常多的啊,这个对吧,这个勾结啊,即包括和美国那边有某些不可, 见光的交易,否则怎么老在这里讲,哎呦,担心啊,这个制裁俄罗斯,没收俄罗斯富豪的资产,对吧,担心制裁中国,没收啊,这个中国海外资产,问题都是那一次,A股都是那一次,你担心这干什么呢,这就很值得玩味啊,那显然你可能在外面有很多的资产,然后呢,就是,就是这个什么,哎呀,做空啊,做空,对吧,那其实我们看这几天啊,做空的盈利很高啊,这两天最高的一天,如果, 你在,你在外盘,对吧,做空A股,包括做空中概股,做空港股,最高的一天啊,有90%的收益,翻倍的呀,这一天能够,这一天核算下来,能有300%,就翻三倍的收益,做空的收益是很大的,赢两头,所以在外盘做空,在内盘猛杂,那么内盘呢,配合着外盘,配合着他做空,人家可以赢两头,赢两刀,对吧,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,那最后一个因素呢,呃,就是,对吧,自己还是没有脑子呀,还是,没有脑子,同时呢,收集,带血的,冲码啊,在下散户,就讲这个乌克兰战争的,乌克兰战争打好几天了,乌克兰战争影响最大的欧洲,这个欧股早就反弹了,对吧,早就往回起了, 受影响的美股早就往回涨了,对吧,反而这边是砸得最厉害的,几乎一天没有,一天没有涨,连番在往下砸,你看这个欧洲,人家冲击最大,人家都在往上走了,对吧,其实这个不利影响已经消除完了,中国这个影响这么大呢,对吧,不管是A股,港股,还是这个中概股,难道战争是在中国打的吗,似乎我们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,那就涉及到,对吧,最后一点了,其实是有金融战的方向在这里的, 这里面是有金融战在这里面的啊,一方面呢,我觉得所有的股市啊,都是一个赌场啊,击鼓传话的游戏,但问题是啊,很多的优质的公司就在这里上市着呢,对吧,呃,它要持续跌下去啊,倒也没什么,但是跌到一个很低的点呢,对吧,人家逆时加仓,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,就把你的股权收走了,其实股市上的股权啊,你拿到一定的比例的话,对吧,那你自然就会成为它的股东,那你的比例越高的话,你自然这个, 对吧,成为股东的话语权,自然也越大啊,这也是必然的啊,比如腾讯吧,已经蒸发了两个多亿,两个多万亿了啊,现在好像大概四万多亿,对吧,按照这种流通的角度来看呢,美国印的几千亿美金呢,就能把你的股权给拿走了,对吧,然后逆时去买的话啊,就能给你拿走了,当然不能全拿走,会拿走很大的比例的,呃,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,所以这个,这个金融市场, 你说他,对很多人来说呢,对吧,无非就是去投机投机,炒作炒作,但问题是啊,这个公司呢,是真的在里面上市的啊,尤其A股,同股同权啊,A股是同股同权的啊,那你有多少股呢,你就有多少的话语权啊,所以大概就这么三个方面的因素吧,第一个呢,就是外国在做空啊,国内有很多配合的 第二个呢,就是很多的贵美证啊,天天跟着这个美联储说什么啊,天天盯着北向资金 那么第三个呢,其实北向资金呢,也是他们的一个借口,对吧,难道很多,不管是大卫也好,证券公司这帮人也好,你不知道吗 北向资金在,对吧,我们内地内盘当中占比不大呀,占比很小的,占比很小的,每天不管净买入还是净买出,都是内资为主啊,你怎么能把这个归向北向资金呢,这是很荒诞的,对吧,那第四个呢,就是内外勾结,所以原因啊,因素是多方面的啊,因素是多重的啊, 那还有最后一点呢,就是,对吧,在国内杂盘,在外盘啊,买股指期货,买各种的做空啊,所以,对吧,如果我们搜一下啊,外盘做空的,哎呀,最近收益是很大的呀,所以你看啊,他在国内杂盘,对吧,上面买做空,人家也会赚很多,所以这两天我表现出来的呢,其实都是缩量大跌的,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缩量大跌啊,这个就比较荒诞啊,比较荒唐,对吧,如果你是出货呀,恐慌出, 好吧,应该是放出量,但始终没有放出量,而且我大概都翻了一下,都以超大单,外卖为主,超大单的,显然不是散户,对吧,很多讲的散户被吓到了呀,恐慌出货呀,其实不是的,散户这种情况,大部分都是被套住,怎么会恐慌出货呢,根本就不会的,都是,对吧,基本都会认定啊,是机构在砸,机构在砸,所以这里面的因素啊,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,非常非常的多的,呃,那么后市, 是吧,其实这两天也挺忙啊,因为每天都换一支,每天换一支,对吧,就就不得早上红一下子啊,有的是尾盘往上拉一下子,尾盘不拉一下子呢,早上红一下子,不得这个东西,就不得这个东西,对吧,那整体啊,不好讲啊,不好讲,但是你不管它怎么炒作吧,对吧,都是美联储加息,啊,明天,明天凌晨吧,加息就要出来了,啊,不管怎么讲,如果是超级鹰派呢,利空落地,啊,如果不加或者是微加呢,对吧, 估计也没什么可炒的啊,也没什么可恐吓的,基本就到这了,那其实,嗯,美联储这一波加息啊,我觉得加的不,不加或者幅度很低,顶加加0.25啊,因为你看美股表现的很清晰,美股从3万5跌到3万2,又拉回3万3,我们看08年啊,15年,美联储历次加息,都不是这个样子,那跌的很,跌的也很厉害的,那跌的也很惨的啊, 你比如18年,对吧,那一波加息也跌的很厉害的,好像跌到1万7,对吧,后来这个川普,在推特上大骂鲍威尔啊,开始放水之后呢,对吧,涨到后来最高点涨到3万5啊,是吧,那么,你去看美股的历次曲线啊,加息之前,大家都在卖的,都在出货的,因为大家都知道啊,不会说等着加息公布之后,才开始,那就来不及了呀,但是这一次啊,加息马上就要公布了,其实美股并没有, 有出现大跌,甚至说呀,你严格可以说没跌,因为它过去长得很高啊,你严格可以说它没跌,对吧,所以加息预期并不强烈啊,包括炒作乌克兰战争,你欧洲这些,最开始受到一定的影响,但是现在都往回走了,都反弹回去了,这个中国和战争很远的啊,所以这里面呢,有很强的金融战的部分,但不管怎么讲啊,对吧,这个天天北向资金啊,北向资金啊,那么点钱,真的能有多大的意义吗,归根结底都在内资上啊,都是内资在, 在砸盘,都是内资在搞啊,内资在砸盘,内资在配合境外,内资呢,在做空股指期货,还有一部分内资的比较愚蠢,是吧,天天盯着北向资金,是吧,这也是比较愚蠢的,更何况啊,北向资金今天竞卖出不少,其实竞买入也不少啊,你不能光看卖出,不看买入的,那好,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